奥运会开幕前夕,东京出现大规模逃亡潮,由于东京奥运会的大部分比赛都不允许观众参加,许多日本人利用从7月22日,也就是星期四开始的原厂捉摸这个机会逃往全国其他地区。 7月22日,围起四天周末的开始,飞机几乎斑斑满载,汽车也塞满了首都的道路,人们急急忙忙逃离东京。 东京的雨连机场从7月22日上午开始热闹起来,乘客们准备登上离开首都的航班。 一名19岁的大学生说,COVID-19病例增加了,许多外国人来到了日本,他想在奥运会开始前离开东京,尽可能避开大东京都地区,回到自己的家乡。 日本航空公司7月22日从雨田机场出发的航班约有百分之二十,百分之八十被预定。 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上午半居约有百分之九十五被预定。 由于大家要逃离首都地区,从东京出发的高速公路也出现了交通阻塞。 旅游区的酒店被预定一空,一家旅馆经营者说,房间几乎被来自关西地区的游客在桌末四天的时间里订满了。 アイスター